《马斗福音》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念士兵神父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马斗福音》21章 第3到43节 还有第45到46节 这是寄诊人来我们杀了他 好可怕 这些杀人兽 这些远护 这样的虐待主人的孩子 大概以这个比喻 先耶稣是为了 表示这个儿子的死亡 就是说 表示自己的命运 而且也用这个比喻 就是表达 他跟天主父 寄灭的关系 他就是天主词 而表示他的一种预感 什么预感呢 就是他的苦难 但是被人是这样的 同样的虐待 像那个比喻当中 像那个比喻当中 那个儿子被那些远护 而杀死 可是马东福音呢 他把耶稣的这个比喻呢 也是更丰富的 也变成一个像以赛亚先知 另外一个比喻 一个预言 是什么 是天主的葡萄园 天主的这个葡萄园 本来是以色列 所以在耶稣的这个比喻 马东福音所带的这个比喻 也是象征 这个天主 本来是首选以色列 为他的子民 那他拜见很多先知 那最后呢 他也拜见耶稣基督 他的圣子 是为了什么 为了结果实 那这个以色列的果实 天主的子民的果实 那什么果实呢 那 大概他们没有 没有做到的事 没有好好地符合 天主给他们的使命 没有完整 天主的事 所以今天的福音呢 是介绍以色列 如同这个天主的葡萄园 而那这些圆户 就是那些宗教的领导者 也是他们的犹太的那些转位 是天主是赌付给他们 因为他们是亚巴兰的死女 亚巴兰的那个后裔 是赌付给他们 天国 可是呢 他们没有结果实 所以现在呢 天主要把这个使命 赌付给他们的这个使命 是给别人 叫别人去做 那这个结果呢 是天主所等待的果实 本来就是以色列的使命 以色列的使命 就是为大家 为整个人类 为万民 宣保 天主的喜讯 是让人 都能够认识天主 天主的这个 是天主 是宇宙的主宰 是救主 所以 所以 以色列呢 没有做到这个使命 所以呢 现在 天主 要把这个使命 赌付给别人 那这个新的 天主的使命是谁 就是耶稣的门徒 他把 他的十二个门徒 是当作一个 新的以色列 是他们也是代表 我们现在 整个教会 也是 一个新的 以色列 我们有那个使命 是 为 万民 装福音 那这个 这个使命呢 要考虑 我们是不是 努力 把它 完成 不然 就会发生 像 那个 比喻的 那个 那些 远户一样 在 这个福音 最后 是 马逗福音 最后一句话呢 就是 你们记得 是 耶稣 复活的基督 在 加利利 就是 朝鸡门徒 而在 在那里 给了他们 一个 一个 不便性的 一个 使命 那 什么使命呢 所以 你们 要去 视 万民 成为 门徒 应付 其子 其圣神 之名 给他们 受洗 教训 他们 遵守 我 所吩咐 你们的 意见 那就是 我们知道 马逗福音 最后 就是耶稣 一句话 就是这样的 给他们 一个使命 所以这个 比喻 今天我们 所看的 这个比喻 是跟 那个使命 有关系 天主在 等我们 他的 子民 给 这些 果实 是在 这个 事情 局 我们 也要 做 这条路 向 这个新的 以色列 我们 侍奉 天主 向 万民 众福音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